低碳饮食从什么时候开始? 可别等到身体出了问题再开始 作为低碳饮食的宣传者 我当然是鼓励更多的人去体验和参与到低碳饮食中 那么,如果目前体重正常,也没有患糖尿病 需要低碳饮食吗? 每当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都要花很久的时间来解释 需要或者不需要,实在是不能简单地回答 如果回答过于简单 那就有点和全球几十亿农民宣赞的意思 大家都不吃粮食了 农民吃什么呢?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 随着年龄增大 尤其是到了中年 腰腹部渐渐挂上了一层层的游泳圈 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低碳饮食吗? 如果已经患上了糖尿病 你还会拒绝用低碳饮食去控制和逆转吗? 做正确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完 但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应该更早一点去做呢? 这不只是一个健康的问题 也是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 几十年前 有一位叫梁石秋的文化名人 也是一位糖尿病患者 他的一个小故事 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 一天 梁石秋先生和朋友们一起吃饭 当熏鱼端上来的时候 梁先生说他有糖尿病 不能吃带甜味的东西 冰糖肘子端上来 他又说不能碰 因为里面加了冰糖 石锦杂菜端上来 他还是说不能吃 因为淀粉会转化成糖 最后 当八宝饭端上来时 大家都猜他一定不会碰了 没想到梁先生居然开心的说 这个我要 朋友提醒他 里面既有糖又有淀粉 梁大师笑的说 他当然知道 就是因为知道自己 今天有最爱吃的八宝饭 所以在吃前面的菜 他才特别的节制 我前面不吃 是为了后面有的吃 因为我血糖高 得忌口 所以必须计划着 把配额留给最爱 如果把这个故事的时间尺度拉长 那就是人的一生 有的人在前面 对碳水化合物 毫无顾忌地胡吃海喝 到了后面 当所有的配额都用完之后 操纵糖尿病 就早上门来 健康状态就岌岌可危 也有人细碎长流 在前面控制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到了后面 就能缓步徐行 在特别喜爱的食物面前 可以没有包袱的品尝所爱 究竟哪个好 哪个不好 答案还用说吗 早就有人说过了 出来混 早晚都是要还的 人的一生 能享用的东西 都有定数 前面多了 后面自然就没有 所以 对普通人来说 比较理想的做法是 生长发育期结束后 也就是男性20岁以后 女性18岁以后 应该适当合理地控制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至于怎么控制 总的来说 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比如 每餐比之前少一些米面糖 多一些肉单菜 按照上一致胃病的原则 将每餐的碳水化合物 控制在一个健康的比例之内 这样既能养好身体状态 又能够为今后多留一些配额 何乐而不为呢 一半的成年人血糖都不正常 你不想成为下一个 至于农业 不用担心 新的需求也会促进农业的革命 淀粉也是可以通过饲养液 等转化为肉蛋奶食品的 何况 科技的进步 甚至已经可以人工合成淀粉了 通过转化 还可以进一步降低食品的生产成本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脂肪和蛋白 这类食品供应和价格的问题 至于很多人问 低碳到底吃什么呀 其实原则很简单 就是抛弃米面糖 拥抱肉蛋菜 如果想深入研究 还可以下载相应的手机应用 可以很容易查到 各类食物的碳水含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更多的精彩内容 咱们下一条视频再见